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朋友们好 今天的狮子长好了 咱们摘一点 这个工具是摘狮子的神器 特别好用 一下就一个 大家看这狮子大不大 狮子瓣一定要留下 三个 这次一下弄了三个 这个瓣一定一定要留下 要不就坏了 维托的也叠下起来 我愿意感觉 哈哈哈 说点上的够不到 够吃就行了 不弹我一下哥 咱们先做温柿子 柿子不要洗 洗了容易坏 直接放进坛子里就行 放上两层柿子 中间放一个苹果 这样苹果的味可以进到柿子里 柿子就特别好吃 哎呀软柿子 想吃点吧 这个味 还得等几天 等一粒呗 一天就好 三天五天就好 再来一个大苹果 放到襄阳的地方 这样温度高熟的快 剩下的这些放到窗台上 太阳晒一两天 一样可以熟 最近养了三盆多肉 用滑盆推销来吧 过来点点缝起来脱盆去 最后三个狮子 接着咱家的大狮子 祝大家事事如意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 也许可� 我辽阳 偿